4月1日清明节前夕,中企医院,中国远征军老兵徐中平与夫人钟复英一起,合葬在位于云南省隆林县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自己的雕像下,魂归松山战役遗址。 徐中平于1943年报名参军,成为对抗日本侵略者,保卫颠面公路数十万中国远征军中的一员。 2018年4月5日,徐中平因器官衰竭,在新疆库尔勒的家中辞世,享年97岁。 徐中平去世后,其后人中企医院,从4000余公里外的新疆,将骨灰带至中国远征军雕塑群安葬。 还是要到这里来,然后和他的战友在一起。 如今硝烟已去,位于滇西抗战主战场松山主峰紫高地南侧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中, 以徐中平为原型创作的雕像,被安放在老兵方镇里。 青山无语,松涛镇镇,在其亲人的见证下,徐中平及其夫人长眠于此。 时值清明节前夕,徐中平后人还为园中革命先烈献上鲜花。 我父亲的遗愿就是把他的骨灰和我母亲一起安葬在他的这个雕像下面。 其实按照中国的习俗,说叶落归根,我父亲是湖北人,按道理应该是回到他的老家。 可是因为他非常尊重他这段历史,那么他希望他就是死了以后, 也和他的战友能在一起,能回到松山这个地方。 耿佳林的父亲耿朦胧,作为一名中国远征军, 其雕像同样处立在中国远征军老兵方镇里。 五年来,耿佳林每年清明都会来看看父亲。 那么每年来,我都抱着一个崇敬阴没,崇敬先烈, 这么一个,缅怀先烈的这么一个心态。 那么也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态,感恩这些先烈, 为国家民族为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保卫了国家。 龙林县地处云南省西部边陲,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滇西抗战的主战场。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东方直布罗陀松山, 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两个军约四万人的兵力, 苦战三个月零三天,全歼日军1260余人, 中国远征军伤亡7600余人。